各位同學,我們一起討論這個例題 Example 15 在書上的Example 15 如果你覺得自夢的話 可以拿出一本書看著Example 它說到是similar plane figures 一個相似的圖形 平面圖形,相似的平面圖形 找它們的面積 我們要先接受一個事實 如果兩個圖形是相似的,similar similar包括什麼呢? 它的angle要相等 它的邊長比例要是一樣 每邊長比例要是一樣 才是similar 如果是similar figures 它們的面積比例 就等於一些邊長比例的二次方 大家要先接受這個事實 我們看看這題目 它就說在這個figure裏面 the ratio of size of two regular pentagon 兩個正不邊形 比例是3比4 邊長比例是3比4 即是說呢 如果一個是3,一個是4 不代表一定是34 不過是一個比例是3比4 OK Area of the large pentagon是192 這個大的是192 就問我們小的是多少 比如說我們切小的是A1 既然它是一個regular pentagon 正五邊形 應該是角都相等的 對不對? 而且呢 它都會等於這些角的 因為那些多邊形內角都是一樣的 對不對? 每一隻角都是隨意的 所以角一樣,邊長比例一樣 所以我們肯定它是similar的 OK 一個正多邊形 如果有相同邊的數目呢 它們一定是相似的 好 面積比例 A1 over 192 等於邊長比例 3比4 的2脂肪 按列色 這個等於是 計一計 2 9 16 是吧? A1 等於是9 over 16 乘回192 好了 你可以計一下這個是等於多少 好了 按計數機 可以 沒錯了 108 所以我們可以說 the area of the small pentagon 就是108 多少 單位 meter square 好了 這個就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題目 1 1 1 2